Hello 大家好 我是瓜肉 歡迎來到絕地訓練您 本期為各位帶來10次的版本更新 首先來到絕地求生練 咒術迴戰的聯名介紹 還有全新團進地圖8B8 聖托里尼的登場 想必各位求生者對於官方的這番操作 是非常的驚喜 也已經觸動到了各位身上的動漫魂了吧 那我們一樣話不多說 直接進介紹吧 本次咒術迴戰的聯名 主要聚焦在動漫人物與咒術學校校長的 強大領悟咒海凱希 這次的咒術迴戰套裝 總共推出了5個角色套裝 在進入咒術迴戰的世界前 我們可以先在遊戲界面內網右滑 可以看到本次咒術迴戰的獎勵活動 浮黑會套裝 這次的活動非常的佛心 你可以透過遊玩經典對戰 累積探索積分 並且逐步通關獲取9個免費獎勵 但如果你想要快速獲得 且沒有那麼多時間遊玩的話 也能透過UC購買積分 直接領取這9樣道具獎勵 領到獎勵後 我們可以到進階獎勵的選單裡 將獎勵升級為永久道具 這邊分別提供3種優惠方案 普通包 價格為300UC 高級包 價格為600UC 至尊包 價格為3000UC 如果你只買了普通包 但是你想升級為高級包的話 其實你僅需要補價差 即可購買更高級的升級包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佛心的機制 如果你只想升級單一道具的話 也可以透過自選升級 選擇你想要的道具 進行單一升級 不過自選升級的部分 光5條物套裝就需要3000UC了 跟上面提到的至尊包價錢一樣 所以建議各位求生者 如果有升級需求 可以直接購買至尊包 將CP值最大化 那在獎勵活動最後一關這邊 可以透過多餘的積分抽去補給 這一套補給內的道具非常豐富 可以說是咒術回戰虛擬周邊的概念 裡面有滿滿的咒術回戰風格道具 有虎杖優人、五條物、認真模式、套裝等等 甚至還推出了凱西夥伴 這可愛的外型 搭配獨有的專屬動作 我只能說一個字 萌阿 聊完這次推出的聯名道具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的地圖中有哪些新的發現 這次在地圖上新增咒術盒子 裡面會有一些武器與配件可以拿 並且可以收集術挪的手指 在Cycle記憶裡面有一個咒術師的幻想成就 可以去解任務 並且每個手指都會有相對應的區域提示 提供你能更快與探索咒術相指位置資訊 術挪手指總共有20個需要收集 並且每找到一個手指都可以獲取相對應的獎勵 再來是咒海首雷 咒海首雷可以在物資搜索的過程中找到 並且可以投資在許多地點召喚出咒海凱西 凱西相當於一個BOSS的概念 會有獨特的範圍技能與瞬間移動 並且有機會對求生者造成傷害 所以在討伐凱西時必須注意自己的走位 與彈藥物資的狀況 千萬不要剛落地僅剪刀極小的物資 就有魯莽的召喚咒海凱西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將咒海凱西擊殺後 可以獲得大量的彈藥與武器 能夠豐富求生者的裝備與支援 最後談到這次的全新團進地圖 8V8 聖托里尼 雖然地圖與魚王的團進玩法類同 不過光就可以在一張小範圍地圖內 聚集16名救生者進行競賽這一點 我就覺得非常有可玩性了 在這小範圍地圖內 處處都是敵人的情況 就更可以增加自己對 大逃殺模式決賽的抗壓性了 最後各位觀眾朋友們 可以在下方留言區告訴我們 在這次的咒術回戰聯名中 又或是8V8全新團進地圖 聖托里尼中 有沒有什麼有趣的遊戲體驗呢? 歡迎與我們一同分享喔 感謝各位求生者的收看 我是訓練營教官瓜肉 我們下次再見囉